今天我会现场写一个商业计划书出来 边写边讲商业计划书写作的要点 以及在写作过程中容易发生的那些错误 在我的上一个视频里 我讲了必须写作的思维方式 如果还没看过上一集的 推荐先看上一集 有戏的灵魂聊科技人玩 我是易志然 今天我们是性感创始人 在线写BC 在我上个视频出来之后 因为我是提醒大家要尽可能早的去写BP 结果很多人问我 如果是一个很早期的项目该怎么办 对于那些很早期的项目来说 并没有华丽的数据 甚至于还没有一个成型的产品 这时候BP应该怎么写 今天我就现场虚拟一个很早期的项目 来写一个BP 边写边给大家讲 我们就直接开始 首先我会先打开一个写作软件 我是习惯先在写作软件里面写好内容 然后再去做换单的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Knote或者BP里面写 都可以 但比如说Knote这个界面 就是很多按钮 干状元素很多 点来点去 鼠标拖来拖去 就很影响你创作的思路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 先在写作软件里面 把内容都写好 然后再去做换单片了 我这个写作软件 这个是大家下载不到的 因为这世界上 各种好的写作软件 我都尝试过 并没有特别满意的 所以我就花了几十万的成本 让我的程序员专门根据我的需求 为我定制开发了一款 我专用的写作软件 这个软件你可以看到 就是特别的简洁 对吧 它可以 就是没有任何干扰写作的东西 这样我就可以专注在 这个写作本身 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来了 这个将来我也可以考虑 把这个软件发布出来 给大家用 但目前还是我独想的moment 这个就不多说了 总之大家打开一个 自己使得顺手的写作软件 就可以了 这个 我们 首先从创始人的角度来出发 看看一个商业idea 是怎么构思出来的 因为任何的生意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都是源自于创始人头脑中的一个想法 对吧 就是我感受到了一个什么机会 我想干个什么事 对吧 我们的问题就是 如何把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 变成一个详细的生涯计划 首先我们来延展一下 就是创始人不是感受到了一个机会吗 我们延展一下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另外呢 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入点 就是你擅长的事 对吧 或者是你最容易进入市场的方式是什么 这个还是要首先想清楚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接下来可能会想一下 这个业务将来会发展的什么样子 比如说 你第一步是卖豆浆的 对吧 那你将来想不想卖油条呢 你会不会开连锁店呢 会不会租外卖呢 就将来想做成什么样 再有呢 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创业的动机和打法 就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你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 还是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这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啊 这个以及创始人的本身的追求 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生意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也会影响到我们写BP的风格 还有呢 就是你创业大概想用的打法是什么样的 是比较保守的 还是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比较保守的打法 可能是文文当当的保证现金流 做个慢生意 那比较激进的打法呢 可能就是尽快的上规模 融资 牺牲利润 换这个市场占有率 这些打法呢 都会非常不同的 这个都是要一开始就想清楚的 另外呢 我们要 最后我们再想一下这个团队 是不是擅长干这个事 团队是不是对这个行业足够的了如指掌 就是机会摆在这里 凭什么是你们几个能成事 团队有没有明显的短板 通常来说呢 一个团队 他擅长的范围是有限的 对于初次创业的人呢 其实我是强烈建议大家 打得紧一点 只赚自己能看得懂的钱 只做自己擅长的事 只做那些属于自己的机会 上面这一条呢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普通的商业店 购搜的过程 很多创始人 他去想一个生意 能不能干的时候 可能都是按照一个思考模式 来想下来的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基础问题 想清楚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去制定一个商业计划了 对吧 那首先我们当然 这个因为今天我们要 现场写 对吧 我们首先要先确定一个项目 我前面不是讲过一期 这个M3吗 那就假设 我要做一个M3 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发现了一个 什么机会呢 我们就按照前面那个 四点来想 一开始是机会 根据我做李自然说的经验 其实我发现 这个资深的业内人士 做视频分享 是很有价值的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发现的机会 于是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写 资深业内人士的内容价值 OK 然后我再想一下 这个我们的切入点是什么 就是要找到自己最好做 最容易成功 就是那个最舒适的进入姿势 是吧 如果我想 叫几个人 做几个视频小号的话 哪些内容 是我最容易把控的呢 比如说 这个切入点 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讲 这个互联网产品 对吧 再比如说 我可以 这个做一个节目 给大家分析上压力 对吧 再比如呢 这个我可以再生产一部分内容 做这个 很多人关心的 就是低超满创业 对吧 那这个我培养几个人 讲这些东西 我觉得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所以说这是我进入市场的切入点 如果我想做一个M3 我会 做这几个频道 对我来说是最容易做的 然后呢 我们就再来想一下 这个未来会做成什么样 我是觉得 我们每个行业 都会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把行业的一些深度观点 带给 关心这个行业的人了 也就是说 每个行业 都存在一个头部 K2的空间 对吧 我们呢 这个将来就要在每一个行业 都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 头部的K2 对吧 OK 那如果我要做这个事的话 我的打法会是什么样的 就我觉得 这个打法的话呢 我肯定要自己来把控内容的 因为就是 我们如果去签外面的K2 我们相对那些 其他M3 我们也没什么优势 对吧 所以内容方面呢 我们肯定是找素人 深度参与 自己复化 大概会用这样的一个打法 来做 自己复化 然后走的是精品路线 然后这个既然走精品 那规模可能是其次一点的 OK 我们先这样写 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 我做这个事的动机 动机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前面也给大家讲过 M3这个行业 其实天花板不是特别高的 对吧 这个那我比较合理的动机 其实是自我实现相关的 假设呢 我想成为中国行业精品视频 这个行业的这个行业教父 对吧 但这句话好像不是很通俗 但这个问题不大 我们先理性思路 我们先这样写 想成为这个中国 这个行业精品视频的教父 这个好像确实挺奇怪的 没事 我们先闲再说 然后呢 我们再考虑一下 这个团队是否擅长这个事 就是因为 比如说我来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首先可以把控内容 我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 然后我互联网的运营能力 也没什么问题 对吧 所以说团队方面 我其实就不需要 做过多的考虑了 团队肯定是还行的 OK 那我们这个再展开看一下 我们刚才想的这个思路 靠不靠谱 当然这里面呢 可以这个再补充一些东西 你可以不断的去丰富 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想法 比如说 这个未来这里 我觉得就需要再补充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明确一下 找一下我们未来的愿景 那我们未来的愿景应该是 帮助普通人获得 有序的行业知识 对吧 对吧 这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愿景 一样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这种机会吧 我们还可以说 这个长视频学习 是一种潮流品的 这里面其实能补充的 东西很多 对吧 比如说切入点 也可以再补充 对吧 比如说 我还可以给大家讲 比如说怎么做业务 对吧 就是你是要不断的去 把这个思维 这个模型 做的更完善一些 因为我们当然时间有限 我们就先这样了 OK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 也确定了 我也基本上知道 接下来我要干什么事了 对吧 我们就正式开始写 这个BP的 因为创业者 多数项目下写BP 还是写给投资者看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以面向 这个投资者的角度 来写这个M3BP 这个BP的第一页 其实是我超级推荐 把这个项目中 最吸引人的要素 提取出来 写一页摘要出来 这个摘要是写什么呢 就是这个项目 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因为大量的BP 据我的观察 就是啰啰嗦嗦 好多页还没切入正题呢 就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BP虽然是你 辛辛苦苦写出来的 但对方真的不一定会认真看 你要假定看BP的人 是超级没耐心的 就如果他犯了几页没兴趣 可能直接就把你BP给删了 所以呢 还不如在第一个 就把你最核心的东西 他最感谢的东西 直接就告诉他就完了 对吧 如果他有兴趣呢 他就有更大的概率 看完你的整个BP 如果他没兴趣呢 其实也没坏处 就是你也帮对方 节约了一些时间嘛 那在这个写亮点的页面呢 就要写什么东西呢 就 我觉得通常来说 会包含这么三个东西啊 第一这个项目是什么 第二呢 就是核心数据和现在的发展情况 第三呢 就是创始人 创始人是做什么的 经历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 把这些东西提点出来 放在第一页 就可以给投资人 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对吧 因为他关心的东西 第一眼就能看到 对吧 我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写必须这个事 是没有定式的 就我的写法呢 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你可以根据自己 对项目的这个理解吧 把你认为值得展示的东西 都放到第一页去 那两点这一页呢 这个写法 就是先写 还是后写 其实都可以啊 有些人喜欢 先写后面的内容 然后再把后面的内容 经过提炼 总结到这个第一页 对吧 有些人喜欢 一开始就写第一页 这个都可以 对吧 我们就直接开始写就完了 在写之前呢 我们这个M3这个项目啊 我们马上就开始干了 还没个名字 对吧 公司首先就要有个名字 项目要有个名字 我们先取个名字吧 就为了省事的话呢 其实有个想法 就我们可以找两个 比较牛逼的公司 把名字拼一下就好了 对吧 因为我们也只是做个演示嘛 首先做视频的公司 最牛逼的 我们想想有谁 就抖音 比如说对吧 比如说B站 对吧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名字 一边取一个字 拼成一个新名字 好像不太行 这个我们需要换一个 需要换一个 比如我们换成美团 好像也不太行 B站不太行 这样我们换一个思路啊 这个我们首先 这M3M 我们需要找到一群 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 思想的英文就Mand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 和视频有关的后缀 因为我们要做视频相关的内容 视频相关的后缀 有什么呢 这个很容易想到 Hub这个词 对吧 这个名字不错 MandHub 对吧 于是我们项目就 名字有了 对吧 然后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呢 就你需要有一个 一句话的介绍 这里呢 其实有一个 很好用的公式 这公式就是一个 先你的特点 这个特点的描述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成功项目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多项目呢 想用一句话说清楚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但市场 市场上面总会有很多 比较类似的项目嘛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这个举一个 大家都听说过的项目 那这样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 对吧 再加上一个你的特点 来表示你和那个项目之间的差异 这个特点描述呢 就可以是地理的 也可以是年龄的 也可以是其他 就总之是表现 你差异化的地方 比如说可以是中国的 对吧 比如说可以是东南亚的 比如说还可以是年轻人的 比如说可以是这个更便宜的 这也可以对吧 更便宜的 那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成功项目啊 这个成功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牛逼的业绩足够出色的项目 比如说YouTube对吧 比如说抖音对吧 比如说微信 再比如说AirPods对吧 OK 这样就可以组合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上下组合一下 对吧 我做的项目是中国的YouTube 对吧 我做的是东南亚的抖音 年轻人的微信 更便宜的AirPods对吧 这样来描述你的项目呢 就有点那味儿了 对吧 比如说你如果你做的是中国的YouTube 你就不要说成 我做的是一个UGC的视频 这让大家更难理解 其实对吧 如果同样 如果你做的是东南亚的抖音的话 你就不要说 我做的是一个分享生活的短视频平台 对吧 这个也不太好理解 你做的是什么 如果你做的是年轻人的微信呢 你也不要说 我做的是更酷的 下一代的聊天软件 对吧 你这样就很费解 但其实呢 现实中啊 很多人介绍自己项目的时候 都会这么说 对吧 我建议你呢 还不如就说 找一个对标的软件 加上一个特别的描述的词 就可以了 那有些创始人呢 可能就觉得 这种这个公式式的这种说法 某某某的某某 对吧 就他很不准确 我明明做的不是年轻人的微信 我做的是一个更创新的一个东西 对吧 其实我觉得没事 就是这有点误差 没关系 因为他能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给对方留下一个印象 对吧 留下一个感觉 知道你大概是做什么的 大概是做什么方向的 而且呢 还暗示你的市场规模 就你对标微信 对吧 这个其实很强烈的暗示 你的市场规模是什么 那具体 你和微信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到后面再说 对吧 这个所以说我其实是比较建议 这是一种 这个当然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是一种比较容易达到 七八十分以上的一种方式 就用一个特点描述 加上一个成功项目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来这样描述自己的项目 那这里其实最常见的 这个大坑是什么呢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特点描述的时候 范围太窄了 比如说 如果你说是留学生的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我先面说过 这个留学生市场 真的不算大 当然留学生 这个市场是有很多生意 很多赚钱生都可以做 但是这里面呢 只有很少数很少数 可能是一个VC层的 看上的规模 对吧 我们再说一个更极端的 如果我做一个 围棋爱好者的什么什么 围棋爱好者的朋友 围棋爱好者的YouTube 对吧 这个就太小了 因为曾经世界上最好的 英文版的围棋试试品网站 就是我做的 对吧 养活我一个人还是可以的 但公司化的 肯定就不太行 所以说这个太窄的领域 你做到事业第一 也没什么意义 就是说这个特点描述这个词 不能特别的窄 这第二个坑呢 就是这个成功项目这个词 这个如果你最标的项目 不够成功也不太行 就我听说过一个案例 就一个创始人 他在BP里面写 我们是某某领域的得到 然后推到这个VC合伙人那里 合伙人看了一眼 就说难道得到做的很好吗 就把他比去给扔了 对吧 这里我不是说得到做的不好 其实我一直觉得 得到是一家非常优质 甚至是非常牛逼的公司 这个如果你真的能做成得到那样 也是很不错的 但你说的是 我要做某某领域的得到 那明显就小很多了 对吧 那VC直接没兴趣看 这个还一个呢 就是大众认为的成功 其实和这个投资人认为的成功 是两种成功 因为大众看呢 就与我们大众视角看 这规模大的公司就叫成功了 但投资人的视角呢 不是这样的 对吧 投资人视角是 给投资人赚到钱的项目 才叫成功 对吧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这种错误是我都会犯的 因为我曾经 我前面有一个项目 就是说我曾经说是 把它说成是东南亚的喜马拉雅 就因为喜马拉雅呢 在当时的我看来 挺厉害的一家公司 对吧 就几百亿人民币的估值嘛 公司做了这么多年 不管你看它的内容 还是看用户数据都不错 但这个喜马拉雅呢 就后来我问了几个投资人 才知道他们的这家看法 就是他的问题是 后面投资喜马拉雅的人 都没赚他钱 这个原因很多 就不展开说了 因为这个项目迟迟也上不了市 所以你想 这个这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认知的区别的 就是创者和投资者的看法 根本没在一个平面上面 对吧 就我觉得喜马拉雅挺厉害的 但投资人呢 想卧槽 这个对吧 这么多投资人投给他 都没给VC赚钱 对吧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再说 我是东南亚的喜马拉雅 那就 那就肯定不够专业了 对吧 所以这两个坑呢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一个性感的故事 是一切的开始 对吧 OK 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这个我们回头再看 我们这个M3这个项目啊 我们这个要做的事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事呢 其实就是 这个孵化一些KOL 让他们做一些有趣的视频 对吧 帮助普通人获得 这个行业的 各行各业的知识 那这个故事呢 我们怎么讲 首先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思路 我们要做 我们要培养各行各业的 李永乐 对吧 但李永乐呢 好像就不够性感 对吧 我不是说李永乐老师 不够性感 我是说这个故事 对吧 那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呢 我们还可以说 我们是想做一个 免费而有趣的得到 对吧 这个好像就好了一些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得到这家公司 但这个 我这个还好 因为前面这个限定词 是我们是做免费而有趣的 免费而有趣的得到 这个就比较宽泛 你看起来并不比得到更小 对吧 那我们再想一想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说法 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是做面向大众的募客 对吧 那这个说法 我觉得就稍微更好了一点 对吧 就是生产有趣的视频 做面向大众的募客 对吧 我们开始写 我们写摘要 那我们的项目 项目的名称是 这个MindHub OK 这个项目是做 有趣的行业视频 普通人的募客 这个就好了很多 对吧 我觉得也短了很多 那这句话呢 这个肯定是要多想的 对于一个项目 这个类似总结一句的 这样slogan 不是slogan 就是这样一句 讲故事的总结一句话 肯定是要好好想的 这我觉得肯定是 能想出更好的来 因为我们这里 做演示嘛 就不投入太多时间 想这个了 我们上面这些思路 这个做完 自己擦干净 OK OK 我们再开始 写这个项目的数据 是什么 数据呢 因为我们这个事 还没开始干 但我觉得我可以把 这个我李自然说 前面的数据放上 因为我李自然 也可以作为 这个MindHub的签约K2之一 对吧 把我自己的频道 作为一个数据展示单例 那我就写我这个 频道的情况去了 全网粉丝 80万 总播放量 3000万 然后可以写 这个我频道的一个特点 就是覆盖高净值人群 这里面包括 海外写家 创业者 还有互联网通业者 OK 然后呢 我们再写一下 这个 再说一下创始人 因为在JL这一页 其实你写创始人的话 不用很长 写个一两句话就够了 你想一下自己最难出手的 一两句话 描述一下自己会是什么样的 对吧 如果经历比较多呢 比如像我这样的 用几个标签也可以 就写创始人 联续创业者 就写这么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经历不多 那就从你个人的经历里面找出一条 就闪光的一句话来 对吧 找一句话总是可以的 最后呢 其实这里呢 也可以展示一点 这个 这个雄心壮志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那一句 现在想成为内容行业教父吧 这句话显得有点夸张 我突然想起一个词 一个很老的词 很久都没人用过了 叫大亨 这个词好像 这个 挺好玩的 这个词 但很久没用过 但用到这里也不合适 就是突然想起了这么一个词 其实以前很多词 现在都不用了 什么大亨呀 大拿呀这些 对吧 这句话说起来有点夸张 这个我们就是做一个演示 随便写一下 然后大家注意这是一份BP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 对吧 但BP里面你是不能太谦虚的 就我想表述的点 主要是告诉大家 在BP里往往也是需要 展示一下你的雄心壮志 你的信心 当然这个叫结合项目的气质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理性 特别技术 对吧 或者是托政府的项目 什么的 就不要用这种措辞了 对吧 今天这个BP教程 我要说一下 其实我不是在教大家 怎么写 对吧 因为这种东西是不能教的 因为每个商业都不一样 每个创始人的特质也都不一样 就如果你想看看我是怎么写的 然后就抄一个 对吧 或者想就搞一套BP模板一样东西 填一下就能有好BP出来 这肯定是不靠谱的 非常不靠谱 对吧 那什么是靠谱的呢 就是听到我的经验之后呢 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有了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注意到了一些 以前没注意到东西 然后呢 自己决定要思考一下 那你最终自己思考出来这些东西呢 才是你能得到的价值 对吧 而不是我写的这个 所以说今天所谓这个现场写BP 这思维方式仍然是最重要的 就我这个里面 就我这个里面呢 这个思维方式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会说到为什么这么写 对吧 有哪些坑 对吧 这个其次呢 才是这个写作的形式 写作形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分了几页 每页有哪些内容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进行调整 对吧 那这里面最不重要的呢 就是我写的这个实际内容 对吧 所以说大家看的 我这个视频主要是看这个思维方式 写作形式呢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实际内容呢 大家不要太较这个 这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 真正做MCN的一个人 对吧 就是给大家想一个 这样的一个案例 给大家讲而已 这个我们下一页要写什么呢 下一页呢 对于我来说 我通常会写这个团队 写团队这个事呢 就是对于很多写BP的人 他不会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很多人会在这个BP中间 或者中间偏后的位置 才会是写团队的事 对吧 通常是先写产品 先写市场 再介绍团队 但是我个人啊 我通常会把团队放在这个 这个最前面 我通常会把团队放在 BP的最前面 因为第一 对于一个生意啊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第一个问题 永远是创始人是谁 他是干什么的 这个创始人靠不靠谱 是吧 这个第二呢 你在实际和VC聊的时候 这个VC 他第一句话 也往往是 先介绍一下你的团队 对吧 如果你把团队这一页 放到后面呢 那如果VC这么说 你可能就要再去翻那页PPT 那就很麻烦 翻来翻去 所以说呢 我往往是干脆把团队 也就放到最前面的位置 那至于究竟要不要这么干 大家自己可以看着办 对吧 那早期项目呢 其实 大家往往就去看CEO的 其实 对于早期项目 往往写CEO一个人就够了 CEO可以着重去写 其他人呢 如果也很强 可以简单的露个脸 但CEO一定是占最大篇幅的内容 但如果你是一个 A轮以后的项目呢 就只写一个CEO 就不太行 那这时候呢 你可能就要更着重的 去展示 你们团队就每个方向上 这个对吧 都有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才行 就要更加 去重视这个团队的完整性了 那这个团队的这个人物 介绍怎么写呢 其实主要就是写经历了 就我会把一个人物的经历 分成这么几个等级 对吧 如果你有一级的经历 就写一级的 没有一级的就写二级的 没有二级的就写三级的 就这样对吧 在我看来 这个一级的经历 就包括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第一 赚过钱的连续创业者 对吧 因为大家都相信赚过钱的人 就很容易再赚钱 对吧 第二呢 比如说创业成功的经历 这比如说 这个 做过知名产品 做过赚钱的产品 做过用户数很多的产品 这个都算 对吧 第三呢 就比如说 这个相关的成功经历 比如知名科学家去做AI 对吧 这个就感觉比较靠谱 直接玩家去做这个定型教学 对吧 就是说 虽然你没有这个项目 最直接的经历 最直接的成功经历 对吧 但这个过往的成功 是和这个项目本身 有非常强的一个相关性 这也是不错的 第四呢 就是做过这个大公司的高管 因为这肯定是 大公司能当高管 是选了又选 拔了又拔 才能做到那个位置的 对吧 第五呢 就是 拿到知名机构的 这个 拿过知名机构的投资 对吧 这个最好是帮投资人 赚过钱的那种 对吧 拿过投资呢 就说明你懂这个 创投的这个游戏规则 对吧 大家交流 就会比较省心了 另外呢 就是前面的投资人 前面拿过投资的话 前面的投资人 也会对你做过 进制调查嘛 那其实对你是 有一定的背书作用的 对吧 如果你被那些知名机构 背景调查过 那说明你这个人 基本靠谱 对吧 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说 也受到过 同行机构的认可 对吧 所以说 上面的经历呢 在我看来都是 非常加负的经历 那再有呢 就是二级经历 二级经历呢 其实就包括一些 比如说相关的从业经历 就你可能不是一个 大高管 但是呢 在业内也是一个 绝对的专家人物 第二呢 就比如说 你有一些失败的创业经历 这个其实对于 就是相对于 我们的社会分配来说 创投权对失败的 这个容忍度是更高的 就是你创业 虽然失败过 但是呢 这说明你起码 对创业这个事有概念 对吧 你经历过 也交过学费 这并不是一个坏事 第三呢 就是比如说 名创需要毕业的 对吧 这个在名创需要毕业呢 说明 这个智商肯定是不差 对吧 而且呢 也是经过选拔的 当然这个选拔的效果 比大公司高管之中 这个门卡就低了很多 对吧 那第三级的经历呢 我们就不写了 就是包括比如说 相关那些从业的年限 比如说 你在某行业做了十年 对吧 大概是什么职位 做了什么事 就你可能没做出过 特别突出的成就 但至少呢 是一个富有经验的人 再有就比如说一些 不太相关的成功经历 很多年前 在我第一次去融资的时候呢 我的投资人 就曾经跟我说 你拿过电竞冠军这个事 可以写在BP上面 我还觉得这个事 都要往BP上写吧 后来知道 他们投过好几个 高水平的这个电竞选手的 因为就是在人们看来 成功的人 总有成功的方法 对吧 以及在这个成功的过程中 你肯定受到了相关的历练 就大家也更倾向于认为 成功过的人 更容易再次成功 对吧 所以说 你即便之前 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和你这个项目 是完全没关系的 这个也可以写 对吧 这是我对这个经历 分了这么几集 对吧 那我们就开始 写这个内容啊 就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比较好写 我融资也好几次 因为这个 我还是有很多 这个一级经历的嘛 挑几个相关的写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视频啊 是我们完全公开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信息 就隐藏了 就我们这个 我这些项目什么的 就低调一点 就没必要 毕竟这个 给投资人出你币 比较有意义啊 给这个粉丝出你币 就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把 我的一些信息 就隐藏一下 但总之呢 我是有三段创业经历 可以往上面写 对吧 我作为这个项目的 联合创始人 和CEO 然后呢 是我写我前面的几个 创业经历 然后呢 我李自然说这个事儿 也可以说一下 因为这个的相关性非常强 可以 嗯 这个我们先别说了 早期项目 主要就是突出CEO就可以了 这里呢 简要写一下团团成员 也可以 这个因为是早期项目 而且我现在确实也没有 这个团团成员做这个事儿 对吧 这个如果闲置业太空呢 其实你可以有个技巧 就是你可以找几个词 烘脱一下气氛都可以 对吧 比如说可以写 有经验 赚过钱 拿过投资 这些都可以写 是吧 这就可以了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一页的坑在哪里 就首先这个团队啊 所有的内容都必须是真实的 一定要说真话 整个BP呢 是可以包装的 有些话呢 可以不说 但说的呢 一定是说真话 是吧 嗯 否则将来背景调查 也过不了这一关 对吧 其次呢 就是这个太浮夸的一些头衔啊 就比如说一些 这个什么 什么全球行业协会理事长 这样的 对吧 还有什么类似于 这个联合国特邀首席顾问 这样的 对吧 这种头衔 你看就是比较跑江湖的 对吧 这种就不要说了 对吧 再我呢 就是一个太空泛的用词 比如说这个 能力极强 经验极其丰富 拓展市场极其擅长 对吧 腰间盘极其突出 就这样感觉的 这种词呢 不是不可以用啊 但是占的比例不能太高 你不能通编全是这种词 那就显得就缺乏事实的 这个真实感了 对吧 还有一个坑呢 就是太小的成功 比如说 如果当过一个小班长 对吧 比如说你在小公司内部 拿过一个销售冠军 对吧 或者说在一些 比较低规格的比赛上 获过一些奖 这种呢 就别提了 对吧 因为大家想投资的是一个 未来全国的行业领袖 对吧 而不是一个那种 怎么说 现区级的冠军选手了 对吧 那我们这一页呢 就写完了 对吧 这两页就写完 可能我发现 我讲的太细了 这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就讲了两页 当然前面我们也要把我们的项目情况说一下 这个但是 整体内容一共就写两页 真的有些慢 当然正常情况下呢 BP半小时确实写不完 对吧 我们下次就接着讲 这个下次我们 讲快一点 我们后面那页呢 后面主要要开始讲这个团 这个下一页 要开始写这个行业相关的趋势 对吧 我们争取再用一期视频 把现场写必须这个事能做完 这个事比如预计的时间要长 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写到这里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两页 我们写的 对吧 这个第一页的介绍内容 已经写好了 第二页这个团队的内容 也可以了 我们下期视频从第三页开始写 争取下期视频都讲完 有续灵魂 聊科技战板 我是许子战 今天在线写BP 就写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